帅猫肥波 像我肥波 像貌堂堂 英俊瀟灑 我身高七尺 行动面积 同时 还是个个性张扬的绅士 还是游走在人间的浪子 我就是 帅猫肥波 站住 救命啊 广投墙你就知道砍树 别跑 别跑 这个总被两头熊追得嗷嗷叫的 就是我的主人 广投墙 广投墙 你们要再硬闯 就是善闯明宅了 谁 善闯明宅 那是不好的事呀 广投墙 算你厉害 兄二 这次就算了 咱们走 终于走了 好饿呀 李老板怎么还不发工资啊 唉 每当光头墙砍不到树 李老板就不发工资 李老板不发工资 我就没饭吃 没到这个时候 就只能靠帅猫肥波了 真笨 不过 要是不出去砍树的话 公子肯定就没指望了 得想个办法才行 对了 这次一定能赶走熊 顺你凯树 就拿个椰子壳有什么用 还是让我帅猫肥波来帮你吧 这棵树好大呀 熊大它们应该不在吧 很好 聪明的动物们都不在 哼哼 光头墙 又再砍树 熊大熊二 对呀 现在不正是按照我的剧本在进行吗 你 你们不要过来啊 别过来 暗门跟你说过了 不许再来砍树了 无关头墙 加油 加油 这个时候 这 咋回事啊 肥波 别跑 站住 站住 咋回事啊 再突然就跑了 原来光斗墙是想用椰子口打败俺们 然后肥波救了俺们 说 你知错吗 喵什么喵啊 快说 刚才是失误 其实我打算从树上跳下来 扎住熊儿 然后再把熊大抓个大画脸 但是 我脚下滑了一下 我竟然指望一只猫能认错 我也够天真的 我还是去看树吧 喵 你干嘛一起跟着我呀 怎么才能打败熊大熊二他们呢 光斗墙 我呢 李老板呢 我快准备好了 就快了就快了 什么时候发货 就什么时候发工资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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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子声这么大 熊他们听不见才怪呢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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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 熊大熊大熊二肯定是被我强哥打怕了 所以不敢来了 啊 哎哟 虽说已经把熊大熊二的耳朵给堵上了 啊 可是还是觉得不够保险呢 我是不是应该再想个万全之计呢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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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不好了熊二 光斗墙又来看书了 啥 哎哟 光斗墙 哟 又趁我们休息的时候砍了那么多的树啊 快跑 让你再砍树 再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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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 快追上去 哦 哎哟 别追了别追了 我知错了 别站住 快跑呀 快跑呀 快了吧 别跑 站住 我错了 我错了 不好不好 你赶快躲起来 哎哟 哎哟 谁谁乱扔的香蕉皮啊 我不是故意的 廣头墙 你咋不跑了 不好 廣头墙有危险 别过来 哎哟 哎哟 小大熊儿 不搞不定啊 别再靠近 好强 别过来 别过来 看你往哪跑 你们要干什么 大熊大熊儿从这里经过 我就 好 哎 别过来别过来啊 糟了 哎哟 失误 失误 熊大 光头墙这是咋的了 哎呀 不知道啊 好晕啊 我的腰好疼啊 这次又失败了 该怎么做呢 没主意啊 嗯 有了 我把熊引到树边 让树倒下 这要压住熊 熊不就被打败了 熊大熊儿 肥 肥波 看看我 帅猫肥波在此 来啊来啊 哎哟喂 熊儿 咱们回去吧 光头墙已经得到惩罚了 竟然敢无视我 哎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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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啊 肥波 救命啊 肥波 公 公头强 是我最爱吃的鱼 救命啊 我再也不敢说 站住 黄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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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肥波 谢谢 喂 李老板 我是光头强啊 什么事啊 光头强 我都没米下锅了 你没米下锅 我的没木头卖钱了 你怎么还不快点去砍木头啊 李老板啊 我饿着肚子实在没办法砍树啊 要不你先预支点工钱给我 工钱是没有的 如果你真的没吃的 我可以给你寄些口粮 也行也行 那谢谢啊 太好了太好了 终于有吃的了 这 这是 棉花糖 喂 李老板 您是不是寄错东西给我了 我怎么收到的是一箱棉花糖啊 没错呀 棉花糖就是你的口粮 啊 这 这 李老板 这怎么能算口粮呢 充几粮只是零食嘛 那说明你还不饿呀 你没听说过 喝起来什么都吃嘛 而且棉花糖的主要成分是糖 糖就是能量啊 懂不懂啊 这几天我再给你摇几箱 先从你公司里扣啦 是 吃饱了赶紧给我去砍树 你这个扣门的李老板 算了 棉花糖就棉花糖吧 总比哀恶好 挺前 走开走开 这是我的口粮 不能给你吃 要是自己去找 肯定是李老板催我砍树的 好吧 出门砍树 就这啦 今天竟然没有大狗熊来捣乱 真是个砍树的好日子 有矮熊二在你休想砍树 熊二 保护森林熊二有责 你要是想砍树 就得怪熊二这怪 别踩我的午餐 吃的 对啊 熊二这么好吃 分他一点棉花糖 大发大发糖 是的 这是棉花糖 可好吃啦 而且口感也很棒 别给俺扯开话题 要不你试试 软软的 还挺香的你 让尝尝哈 这味道比蜂蜜还甜 入口即化 保护睡在云朵上 躺在窄云间 只要吃上一口 就像到了童话的世界 太好吃了 有那么好吃吗 过头钱啊 还能打包带走不 可以 谢谢你来过头钱 等等啊 那是我的午餐 只好回家吃了 这几个给熊大 这些给蹦蹦 剩下的就都是俺的啦 熊 熊大 你在干嘛呢 蹦蹦 蹦蹦 你来的正是时候 这个给你吃 这是什么 可好吃了 你尝尝 真是太好吃了 多头钱给你 什么东西好吃啊 我也要 你们也试试 超级美味 太好吃了 不行不行 这些是留给熊大的 熊大肯定不喜欢吃 笨王要是说 这是你从光头墙那拿过来的 熊大肯定批评你 批评你 不是的 是光头墙给你吃的 那就是说 光头墙有很多了 他吃这么多零食 一定会长出牙的 我们去拿水果和他交换 我也去 这样他也可以均衡营养 嗯 嗯 肥波你这只馋嘴的猫 敢吃我的棉花糖 先吃午饭 吃了午饭接着砍树 先吃一口菜 再吃一口饭 这再好吃的东西吃多了也会腻的呀 看着都觉得难受 不行 得出去活动消化一下 不能再让肺部看到了 虽然不好吃 但怎么说也是我的口粮啊 饿了就将就填一下肚子 东西都给本王拿好了 走 开门哪 光头墙 本王来了 听说你这里有棉花糖 你看都是老邻居的 本王带了些水果 毛毛 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呀 快点拿过来 老邻居 用这些水果跟你换点棉花糖 怎么样 你不说话 本王就当你答应咯 你那么多棉花糖 反正你也吃不完 再说了 吃多了容易得糖尿病 你不说话 吃多了容易得糖尿病 你们两个 没人 棉花糖 空的 棉花糖的 你们快去找找 是 这糖去哪儿了 国王 到处都找遍了 没有 奇怪了 对了 难道是被光头墙带走了 对呀 这么好吃的东西 光头墙怎么可能放心放在家里呢 肯定随身携带 走 跟本王去找郭头墙 是 是 一个人都没有 那我就不客气了 郭头墙 幸好 怎么又是这样 又想砍树 让俺来陪陪你 你 我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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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一家男人跑 你跑了 给眼镇住 好疼啊 救命啊 救命啊 截住 野国土墙 救命啊 不住 你看书 给眼镇住 妈妈棒棒 能不能找到棉花糖就看你们了 看来吃零食是没有办法补充身体所需的能量的 所以小朋友们千万不要把零食当饭吃哦 我投钱 投 不要啊 小朋友们这是一个危险的动作千万不要悬哦 不要啊 嘿嘿看你还敢不敢砍树 哎呀好多糖呀 郭独强你人可真好 雞雞光棉花糖在那呢 不能让他堵特棉花糖 就是就是 咋的了 我们也要吃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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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棉花糖 你啊 你啊 我的棉花糖啊 你啊 我的棉花糖啊 你啊 那是我仅有的食物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我不想 对不起耶和 我啊 不知道这是你仅有的食物 我也还给你 我也吃啊 本王怎么会以大欺赏呢 算了 你们就拿去吧 反正我也不喜欢吃 哎 郭独强 不如俺用蜂蜜给你换吧 那本王就用水果给你换 其实本王刚刚去找你 你不在家 嘿嘿嘿 好 谢谢 谢谢 哈哈哈哈 拿去吧 拿去吧 这些都是你们的了 嘿嘿嘿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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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嘿嘿嘿 终于有天然美味的食物了 哇 太好吃了 这才是健康的美食啊 双虫熊二 嘿嘿 嘿嘿 这可看起来不错 有 啊 早上的空气可真清新哪 这声音 真好 一定是光头强又在看树了 光头强 走赶紧去看看 再嘞 看到一颗 光头强 不许看树 光头强 不许看树 不看树 你给我发工资啊 爷 你说啥 有本事 你来抓我呀 又想逃跑 快追 好 站住光头强 站住光头强 啊 追上来啦 嘿 嘿 站住 哎呀 站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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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二 哎呀 哎呀 熊二 熊二你没事吧 熊二 哎呀 啥 啥时候的事 这水这么脏 咋喝呀 俺刚刚在河里咋的呀 咱们平时不都喝这水嘛 哎呀 这咋能喝嘛 会拉肚子的 啊 不行 俺得去热热 热热 嘿嘿嘿嘿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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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饭啦 嗯 嗯 熊二 熊二 你哪学得这么稳蹴蹴的吃法啊 嗯 这么吃饭才最卫生呢 哦 嗯 你以后啊 也得这么吃啊 手抓着吃呀 太不卫生啦 哎还有 熊大 你吃的太多了 还没吃饱呢 以后一天只能吃三个苹果 一餐一个 这 这样才能营养均衡 熊二到底咋了 一个苹果咋够吃啊 熊大 起床了 哎呀 起床了熊大 熊大 嗯 你这是干啥呀 你饭不让俺吃 还不让俺睡觉了 哎呀 快点气来了 咱们去早锻炼 哦 嘿嘿嘿嘿 你还不是好呢 你照顾的东西多好呀 熊大 做你总是怪怪的 难道是把脑袋撞坏了 熊大 你戴着眼镜干嘛 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这可是爱身份的象征 你别管这个 倒是你呀 整天被鸡鸡叫来叫去的 其实人人都平等 他再不是啥国王呢 王宝 你给我下来 那可是本王的宝座 反了你了 快给我下来 听没听到 那么大声干嘛 去 给我倒杯水来 好嘞 想造反了你 别打了 别打了 你敢使唤我 是什么话说的 说我们人人平等 为什么你能使唤我 我就不能使唤你 原来是熊儿使得坏 这个熊儿 竟然敢挑拨本王和毛毛的关系 那不是姐姐吗 姐姐 你等一等 熊儿 你来得正好 正要找你算账呢 算 算账 算啥账 是不是你叫毛毛反抗本王的 这个呀 俺只是实话实说罢了 对了对了 这个香蕉皮是不是你扔的 是本王扔的 怎么了 你别转硬话题 提计呀 乱扔香蕉皮是不对的 万一谁踩到了就会摔倒的 就算没人踩到 杂到花花草草的也是不好的 知不知道呀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我在跟你说毛毛的事呢 哎呀你耐心听说完嘛 这个香蕉皮呀在地上放久了呢 就会发臭腐烂 然后就会有很多的苍蝇飞过来了 知道了知道了 现在说毛毛 到时候呀整个森林就会臭气熏天 喂喂熊二 我在很认真地跟你说毛毛的事呢 早已有没有在听本王扔啊 跟你说啊 垃圾呢不能乱扔 这香蕉皮呀都不能乱扔了 香蕉皮也是一种垃圾 不过说到这儿 姐姐你先别睡觉呀 还没说完呢 我再也不挖洞了 别再烦我了 哎呀到处挖洞很可能造成水土流失 身体滑坡等严重的后果呀 哎呀 没一个上心的 俺咋会有这些朋友呀 哎你不许看书 熊二 熊大 熊二整天说个没完没了的 你到底管不管呀 我都说不了了 哎呀没办法呀 自从上次被撞到之后 熊二就变这样了 哎呀自己还不是被折腾的睡不好觉啊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得想个法子 有了 咱们再让熊二撞一次 也许有更好的办法 救命呀 求求你放过我吧 我不敢说了还不行吗 你已经说了我一个早上了 我知道错了 说咋行啊 必须让你彻底认识到自己的严重错误 下面和你说一说森林保护法 救命啊 哎你别走呀 还没说完呢 光头讲这下可惨了 你烦不烦哪 你已经输了一整天了 我以后不看输了 就这个人错态度 看来还得教导教导 这个熊儿整天吉利呱拉的说一大堆 头都快爆炸了 根据森林保护法 第300条第28项第9款 别干了 有完没完 第33条规定 罚术会已经 真是的 都不嫌烦嘛 根据森林保护法第300条 第28项第 原来是眼花了 伐木从轻盒将处罚植树100根 研柱者将处罚一年以上的森林树木保养工作 走开 真烦人 不许砍树 砍树可耻 砍树要罚款 砍树不对 不许砍树可耻 砍树要罚款 砍树可耻 我再也不砍树了 原来是做梦啊 光头强 昨天的木头怎么还没有送过来 李老板你听我解释 昨天 现在在做什么 睡觉啊 大白天的睡觉 想不想干了 都中午了 李老板你听我说 说什么说啊 今天的木头还不送来 你就别干了 用熊二最爱吃的蜂蜜也许能让它变回来 熊二 我这儿有好吃的蜂蜜 你要不要来点 蜂蜜 我现在只吃无糖食品 这个光头强又来砍树了 走 看看去 等等本王啊 催催催 就知道催 要不然是你自己来砍呀 也不知道这熊二有多磕头强 你又来砍树 熊二 救命啊 建筑 要继续教导 你非礼方不返 建筑光头 我再也不敢输了 别追我了呀 熊二 熊二 不关我的事啊 不关我的事 熊二 你没事吧 没事吧 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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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啊 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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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傻事了 这是啥东西 咋放在爱恋上呀 还有这个是啥 太好了 熊二你终于变回来了 熊二 变回来了 熊二 变回来了 熊二 你终于变回来了 做不成 这是干嘛呀 你快走开呀 光头强 终于变回来了 走开呀 走开呀 走开 哎呀 哎呀 按着眼镜你 按着眼镜上哪了 还用按着领带去哪里 熊二 原来在这儿呀 变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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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哎 大家这是咋了 寻找童年回忆 看书计划 又被那两头熊给破坏了 看不到树 这个月又要被李老板扣工资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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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乱了 哼 哼 哼 是该收拾收拾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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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箱子怎么看上去这么野熟啊 哎呀算了 都这么破了 肯定没用 收拾完垃圾继续打扫房间 哼 哼 哼 啥味儿呀 哼 哼 原来是只臭鞋子 哎呀 哼 真是太难闻了 哼 哼 这是啥 哼 来看看哈 哼 哼 这这这这这些都是 玩具 嘿嘿嘿嘿 按照熊大一起玩去 嘿嘿嘿嘿 熊大 还找到好玩的啦 哇 好漂亮呀 熊儿 俺可比你远呐 这把不算 俺们再比一次 闪 真好玩 鸡鸡公王 这个可有意思了 一起玩吧 本王可是见过世面的 一个铁青蛙有什么好玩的 要说好玩 还得是那个 小气 收拾干净了 感觉真好 这会儿谁打电话来啊 谁啊 黄兔强 我一天不催你砍树 你就不干活是吧 没有没有 李老板 我这就去砍树 最好把这个鱼的任务完成 不然的话 就等着喝西北风吧 是是是 我立刻就去 我立刻就去 催催催 工钱这么低 还老欠着 还好意思每天催我干活 算了 过完这个月又没有伙食费了 广告时间 高价回收童年旧玩具 有意者请联系陈先生 电话八个五八个六 高价 童年旧玩具 旧玩具 哎 旧玩具我不是有一大堆的吗 哈哈哈哈 这下强哥有钱了 哎呀 我的旧玩具放哪来着 哎呀 对 放那儿 我记得明明放在这箱子里了 奇怪 去哪儿了 哎呀 好累啊 哎呀 这个箱子怎么看上去这么眼熟啊 哎 算了 都那么破了 肯定没用 哎呀 不好 哎呀 不好 奇怪 去哪儿了呢 我记得是丢在这一块的 还有笔吗 好 好 俺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哎 你不是过头强吗 不好 光头强又来砍树了 光头强可真会挑时候 俺们玩得正开心呢 走走走 咱们先去阻止光头强 嗯 嘿嘿嘿 这下好了 毛毛 别玩青蛙了 嗯 跟着本王一起去看好戏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哎 小心翼翼的 肯定是在寻找目标 你必须得赶紧阻止他砍树 谁 在哪儿啊 谁 熊大熊二 又是你们 光头强 只要有俺们森林守护者在 你就别想砍树 嗯 啊 他们手上的弹弓是 啊 你们手头上的弹弓 都是我的 谁 你说弹弓是你的 你有什么证据啊 就是 什么 证据 这有什么证据 要证据 也是我设弹弓的技术比你们好 啊 要不然 俺们来比也比 好啊 怎么比 看谁能打中红心最多次 谁就赢 我赢了 弹弓就还我 你输了 这弹弓就归俺们了 你还要保证 以后绝不砍输了 嗯 好 让你们先来 那你先来 嘿 嘿 嘿嘿嘿嘿 这么大的目标都射不中 熊二到你啦 嗯 好嘞 俺也来个一连几发 哼 看你们这种水准 就是让你们一连几发 都中不了红星的 红星 红星 火星 这不算 这不算 重来 公平点 一次性都发了这么多发了 怎么可以重来呢 该我了 看我的 像当年 我还是射弹弓的冠军呢 怎么样 服不服啊 你们也太不够意思了 玩也不交上本王一起 兄大 把弹弓给本王 本王来和他比 光头强 咱们再来一局 什么 愿赌服输 你们不懂吗 快把弹弓还给我 你们居然无视本王 就让你们看看本王的实力 王宝 是 兄大熊二 让开 好了 快把另一个弹弓还给我 本王回来了 看本王的秘密武器 兄大熊二 让开 我的箱子 只要买了这对旧玩具 我的生活费就有了 老头强 我来和你比弹弹珠吧 这弹珠 哈哈哈哈 到我了 闻到我了 嘿嘿 我赢了 这些弹珠都是我的了 对了 这不是我小时候赢回来的吗 赢来的 是的 你们手上的弹弓 还是我爷爷亲手给我做的呢 而且我记得箱子里面还有铁皮青蛙和不倒翁 那些 还是我爸给我买的生日礼物呢 这么说 这些玩具都是你的咯 那你干嘛把他们丢到森林里呀 我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不小心把他们当成垃圾扔了 这些都是我美好童年的回忆呀 你们就还给我吧 要不俺们还给他吧 熊大 嗯 好吧 嗯 看本王干什么 这些东西本王可不稀罕 嗯 都还给他吧 下次你要是再乱丢东西 俺们可就不还你了哈 一定 一定 下面是广告时间 高价回收童年旧玩具 有意者请联系陈先生 电话八个五 八个六 虽然是旧东西 可对我 对我 我还是好好珍藏着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